中文字幕 字幕 李宗盛 他有六块附近 你六游所持 你也是有六游所持 所以西方买了之后你就要穿 如果就等他大年初一路附近 我大年初一路附近 中间那个糖妆打开是不是 然后我妈妈就讲 哇 坐马盖哦 这样子哦 习惯 我会想做什么不可以附差啊 我妈讲 哇 新年快乐 新年福利 年年福利啊嘛 所以大家要这个福利 可以去spam很久的爱情 我其实是刚好这几年都很喜欢 一些中国不同的东西 然后所以呢 跟同学方的老师 这边其实也是合作 也不是合作 但是我每一年可能都会来 跟我们讨笑一下新年啊 好像是很多人很喜欢 然后我自己会比较喜欢 像这样子的或者刚刚另外一套的 就是他的绑法比较容易 我就会觉得比较舒服 或者 可以 我只是买个裙 然后我上班时 我就可以 多比较 时尚的穿搭 就可以变成是比较混合 是日常也可以穿 不过我最近有蛮多哦 我觉得街上的 可能可能 KL那一带有很多的人 我觉得街上会看到没有 有人这样穿出来的 而且我他刚一穿的时候 我一直觉得说 欸你有穿过这一次啊 他讲没有啊 这是我第一次穿过 所以我对其实 判断有没有什么概念 因为我之前拍现时 就有穿过长袍而已 但是我不知道 长袍穿不算是 判断 今年你有买旗袍啦 但是以前买旗袍我觉得很选 你就穿裙袍哦 是很讲究 蛮的 食材管理上 对啊 新年很想吃 然后你还要为了 那种旗袍 你可以吃肉感 所以是这个 就觉得很圣 然后 旗袍你又要 很有那种段座 对 你要站个直 然后 你要力挺 这样子要平平 很像这样子的 所以 所以我还是喜欢啦 我觉得新年还是 想要跟家里人一起 但是 其实毕年 某程度它 我觉得也不是毕年 纯粹就是因为大家工作忙 时间忙 新年变成是难得 有一个大家都有的假期 所以才决定一起去旅行 我倒不会觉得 毕年是因为怕点红包 或者说怕很多人在打扰 我不会这样子想啦 那就是如果你选择要去旅行 其实也是OK的 我的话也会在家啦 因为我知道 十年 去旅行的话 很贵 哪里都有很多人 又贵 就是你去哪一个景点 都是热门景点 都是很多人啊 因为刚好在新年前 一个月我就Danky 然后再前一个月 我就二次确诊 新冠 所以就变成我觉得 好像一直 每个月都在生病 然后整个人就很弱 或者很虚 然后 来到了这个年纪 真的要注重身体 我觉得 我觉得就不会太炒劳 但是 打比方说 去健身什么的话 我们为了就是要身体健康 但是有时候太炒劳了 就好像身体跟不上 但是你都不能不去做 所以一直都在 处在一个不断了解自己 状态的一个点迹啦 身体健康真的是最重要的 我妈还问我妈说 你去健身太痛 每个月都病 为什么是 答不出 我妈妈也是问我 你不是健身为什么 健身弄伤 他不知道会有那种什么 什么高啊 贴着贴着 贴着就算是会受伤 但是他就是个过程 所以身体健康 是最重要的 其二层是钱哪 工作前 对 股票上伤 哇塞 人家都是股票的耶 好厉害 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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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东方日报的读者们 同运当头 身体健康 龙腾虎威 好运来靠龙 Happy Long Long Time